我們剛剛有稍微看一下直接在線上編輯找回那個修訂紀錄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沒有轉換成什麼? 你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有沒有版本修訂紀錄? 也有,真的,真的,也有 所以我這邊給你們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們偶爾會犯這種錯誤 就是不小心把正確文件改成錯誤文件 對不對,所以怎麼樣彌補過去呢? 彌補這個錯誤呢?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是已經轉換成Google文件的 已經轉換成Google文件的 它在這個地方就是你進到檔案裡面 你可以去找到這裡有沒有 進到檔案有個查探修訂版本紀錄 那你就可以去找 比如說你看我剛剛有找到一個這裡 像這個,這個我改過很多次了 來,點開 好,點開之後在哪裡有?在這裡 檔案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 這個沒有 警工檢視 啊 不是 因為這個文件不是用這個帳號建立的 好,按這個看看 好,來這邊 好,查看修訂版本紀錄有看到了 好,點一下 你要有全線才有 哇,這裡剛好沒有 右手邊這裡有沒有 這邊可以去還原 所以我們剛剛是針對這個部分做 那如果你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欸,我就是一般的Word傳上來 我這邊要先問一下各位 平常如果你有用過這種雲端令也跟別人共用 有沒有遇過一個情形 今天我跟你共用這個檔案 啊糟糕 我們最近那個版本有更新 我那個文件有更新 請問你會怎麼做 就再上傳一次 然後呢 再送一封給他 抱歉抱歉 前面擦掉擦掉 不算 以這一封為主 有沒有很多那個 郵件組織就後面 以這一封為主 然後 不小心又錯 然後後面又一封 前一封都不算 再以這一封為主 不是這樣嗎 其實你可以不用那麼辛苦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這樣子 你看喔 我先看這種就是沒有轉換的 你看我把它打開 看這個 沒有轉換打開沒有對不對 你看六鏡 有沒有叫管理版本 有看到的對不對 等一下 有沒有發現有兩個版本 所以 你今天如果有新版本的時候 你不要再傳一個 然後就說 我再給你一個連結 不用那麼麻煩 他原來的連結 你就直接上傳新版本就好 那你看 他的連結都是同一個 都是同一個 那 你如果說萬一真的我錯了 我以前的才是對的 你可以從這邊 永久保存 或者是在這裡 有沒有你可以下載或刪除 我應該找那個 我找那個PDF 因為這個 我修改過很多次了 來 管理版本 這種方式就針對你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也就是說 一般的Office 一般的其他檔案都一樣 不是只有Office才可以這樣做 包括你的什麼 執行檔 那些都一樣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 你看我在這裡 有沒有 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這個版本錯了 你就把它刪除 它就 以哪一個版本 以這個版本為主 這樣了解嗎 它就變成它主要版本 那當然如果說 你發現 雖然我有這麼多的歷史紀錄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版本很重要 我想要怎麼樣 永久保存 你就可以把你那個修訂紀錄保留下來 這樣你了解嗎 不用在檔案名稱後面叫修訂1 修訂2 修訂3 阿不然再加個日期 有沒有 我們才會幹這種事情 那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比較簡單 還是同一個檔案 同一個檔案 可是我可以隨時回去 找到以前的版本 到底是怎麼改的 好怎麼改的 所以這個是 針對就是 你沒有轉換的 那如果說呢 你有新版本 假設你沒有勾剛剛那個 永久保存的話 他預設的話 會保留30天 那30天之後呢 你的這個可能就會怎麼樣 就會被刪掉 假設空間不夠的話 就會被刪掉 那如果空間夠的話 其實還好 還好他就會繼續留著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的 怎麼跟別人共用 按優件 有沒有叫共用 但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共用的話呢 這裡 你會發現 一般的帳號呢 會有四種 會有 應該說三種 三種選項 一個叫做公開 一個叫做知道連結的 那各位的 因為我現在這個用的是學校的 所以 你們一般的會有三個 會有三個 就是這三個 那你一定要知道這兩個 哪裡不一樣 這個 一般來講 我們跟別人共用通常 就是用第二個 就是他只要知道連結就好 不太希望連收訊情都找得到 這樣了解嗎 這個地方稍微 各位還是留意一下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內容 讓人家找得到的話 最好還是用第二個就好 第二個就可以 這樣 有沒有清楚了 那 預設都是可以檢視而已 如果你希望別人也可以編輯的話 那你這個可以打開 不過沒有很建議各位這樣做 因為這樣比較危險一點 好 所以我們也順便把什麼共用的部分 共用的話不是只有資料夾 檔案也可以 對不對 整個資料夾也是OK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有個人的 表示你有共用的 有個人表示你有共用的 這樣你應該就會比較容易判斷了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你可以先試看看 各位手邊有沒有什麼 Office的檔案 沒有對不對 因為都放在學生點 所以怎麼辦 當然到Google找 隨便找一下有沒有很多 對 比如說你要找 隨便 就一堆啦 握著 你可以這樣子 握著 看一下 或者你知道我們單位上其實應該可以很容易找到吧 DOC檔啊 檔案下檔 好這裡有沒有隨便找都有嘛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先找幾個文件 試著傳到我們的什麼 雲端硬碟試試看看 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就是那個 修訂版本 那個你一定要會 因為 那個的話 在我們 就是在管理這些文件的時候會變得很方便 因為我們常常都會同一個文件就存好幾個地方 只是因為它有不同版本 就是不同對修訂的那個過程而已 那不然